近日 由于英国出现传染力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 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限制来自英国的人员入境 在英国通往法国的边境头岸多佛港 大量卡车滞留多日 从23号开始 一些卡车终于可以通过港口 24号 法国继续开放部分边境 英法之间交通开始缓慢恢复 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并且结果成阴性的司机才可以得到放行